2024巴黎真英雄 大家好 我是廖岩寶 這次將由雙主播 帶大家一起來看賽事 旁邊這位年輕有活力的女孩 就是我們重金打造 虛擬偶像 艾卡 大家好 我是艾卡 今年奧運將會由我來 陪大家一起掌握喔 是的 雖然距離奧運 還有二十天的時間 但我們將從今天開始 先為大家暖身 一一介紹這些出征 巴黎的中華小將們 艾卡 我知道妳會唱歌 妳也可以跳舞 但是體育 妳行嗎 嘿 當然啊 你看我手上這支球拍 就知道我也是有練過的 看我殺球 既然妳練過 那妳應該知道 我們的台灣一姐 戴資穎相當熟悉吧 那是當然的啊 因為小戴實在是太厲害了 全勝時期可以說是 打遍天下無敵手 曾經穩坐世界球後 長達兩百一十四週喔 我跟妳說 她真的很厲害 但是可惜她生涯 有一個最大的遺憾 就是還沒有拿過 奧運的金牌 沒錯 上一屆東京奧運 眼看金牌就要到手 最後去贏牌 贏恨啦 而且戴資穎妳知道嗎 她預計在今年就要退休了 所以本一屆奧運 將會是她圓夢的最後一戰 真的是太可惜了 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捨不得她退休 那我一定要徹夜不睡 為小戴加油 這就是小戴的魅力喔 她的拼勁讓台灣人都為之瘋狂 而且她也把雨球這項運動 變成是全台灣都關注的焦點 她怎麼做到的 來一起回顧小戴 帶給我們的感動 小事物害羞笑出來 雨球天后戴資穎 即將迎來最關鍵一戰 奧運前回到國訓中心抓緊訓練 累積到500場勝利 要打幾場賽事 比賽練習是戴資穎過去20年的日常 她把雨球這個運動 打成全台灣人關注的焦點 2021年東京奧運金牌戰 戴資穎對上陳雨菲 全台灣775萬人關賽 相當於每3.3人 就有一人在電視機前替她加油 你可能就是當年整棟樓 喊得最大聲的 這就是小戴的魅力 作為偶像戴資穎分享 自己搭經濟艙 說了句懷念商務艙 替體育人請命 就能引起全民暴躯 官員緊張 而她IG有137萬粉絲 其中包括許多名人與明星 你喜歡她嗎 喜歡 要娶她嗎 我聽到就很開心了 小戴要去參加法理奧運了 所以我們來這裡 希望說能夠讓她簽名 跟她一起拍照 給她加油 真正大小比賽 就缺一面奧運金牌 動奧期間戴資穎富商上陣 遺憾最後以銀牌作收 當時她說 本來連獎牌都不想看一眼 後來轉念 一切是多麼不容易 多少人幫助才能得到正面獎牌 珍惜跟把握跟每一位對手 就是切磋的階段 從小和羽球為伍 跟著父親耳濡目染 戴資穎國小三年級加入羽球隊 六年級拿下全國羽球排名賽 以組冠軍一名驚人 天才少女許願一步步成真 戴資穎從十五歲開始 挑戰國際舞台 之後就成為賽事常勝軍 一路攻頂 在為世界球後 長達214個禮拜 創下女子選手 史上新高 2023年雅錦賽好不容易奪冠 其實是戴資穎等了好久 才拿下的金牌 南韓的安喜瑩 中國的陳雨菲 日本的山口倩 年輕新秀後來居上 讓年齡在羽球界 算是大姐的戴資穎 聽起來很吃力 杭州亞運指部十六強 戴資穎臉書PO文 坦言對自己失望 更抱歉 辜負期望 提到需要克服和解決的難題 在於自己 懊悔最後一屆亞運 沒能拿下一面獎牌 你想要被大家看見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有成績 對 我覺得這是 我現在在做的 堅持打完巴黎奧運才退休 就是想拼拼看 最渴望的金牌拼圖 這支最後一舞 讓全民見證 每一場不服輸的精神 帶給國人感動